洗腦不設職位 三十萬人等吹雞 數以萬計的人一次又一次上街 目的達不達到 今日自有分曉 我們在呼喚特首的勇氣 宣布這份課程指引 令到他在一百日施政之前 能夠得到一次最多掌聲的黃金機會 因為國教委員會早上會開會 決定洗腦科的終極去留 大聯盟就向CY發最後通牒 不設就再號召三十萬人 下星期三立法會復會首日 重返政總 亦不排除再絕食甚至是罷科 官員的反應是冷血無比 我們只可以用絕食這個行動 來喚醒市民的參與 絕食過一百七十一粒鐘的韓老師 呼籲委員憑良心做判斷 不要再受官官干預 葉建員亦準備提供奴約束力的議案 促請政府撤貨 和要求吳克劍下台 迫使政黨表提 民間反對國民教育科大聯盟 就說 收購政府的語言藝術 又不存在又失效感 死都不肯撤回 用撤回這兩隻字 又真是沒什麼計劃 因為玉姐上次開會 都只是動議各自的指引 今天是繼續談 據知她已經和很多委員談到數 通過的機會應該就高過上次 而CY聽完玉姐會後的口頭報告 就會見記者交代 儘管看看她上任百日 有沒有學精度